我的天呐 这个锡盘太大了看一下 跟那个小尾儿一样 哈哈出来了 听话 我的天 他怎么这么大力气 我把他耗不出来的 出来 这一个章鱼我估计的不小 看一下这头 我来 像不像一个大包了 这里边放的 瘦肉的话直接能灌一个长了都 哇 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扣下来 这是他的牙齿 出来了 我的天呐 我用的是 十牛二虎的力量 才把你拔出来 七八斤的油刚才还说少了 太大这个 带着了 发现他的头了 他这个壳特别薄 只要用力用大的话 直接就捏碎了 这里用手挖了 出来了 哇 还真不小 这个也带着了 这是一个冒烟罗 这是他拉的丝 也许是帮飞潮的原因 他就在沙滩上 爬的地方不断 等到这个水干了之后 他就跟那个沙一样平了 这就是他的眼珠 所以说这个叫猫眼罗 哦 看一下这个大肉 捏起来特别好玩 吃起来大碰溃 也特别好吃一种 个头该行 冬天的猫眼罗 长这么大也就可以了 这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 是没猜错 不是个壳 我还以为是个壳呢 像这么大的猫壳 基本上 都会被包爪鱼 把那个肉给吃掉 不是个大空壳了 这个看一下 跟我个拳都差不多了 太大了 带着 这个海星有点不太漂亮 也是活的 但是他的后背烂掉了 看一下 就跟起那个枕的一样 麻麻烂烂的 但是看他这个前面就是 百分百活的一个 派达星 今年这个派达星是这么多 我今年减了有上百个了 但是海星少 估计去年都被减多了 海星 都跑了 呵呵呵 应该是被吓的 海达星去年捡的特别少 所以说 他是有恃无恐啊 这是月亮被 这也是小乘了 我还以为是个月亮被呢 在这 看他别的了吧 这种就不用盐了 一踩的就能挖出来 出来吧 直接就挖出来了 省得用盐惯了 这个太小了 进去吧 再把人家鼻子弄掉了 太不好意思 这个小家伙 烹水烹的是真多 哦哦 这么大猫 来给他来点盐试一下 哎哎 看能不能出来 看能不能出来 他堆满了 三分钟不出来真要挖你 等不及了 高级时开始 这地方差不多 掌握好节斗的话就能把它挖出来 这边傻还是挺那个特别好挖的 哎 抓住他了 跑了吗 好像在这吧 在这 我还以为他跑了呢 挽了这么大一圈 他愣是趴在地方没动 也把他给堵住了 小个头还可以 你怎么这么傻 就这样灌眼你都不跑 那带着了 鼻子还掉了 好了 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海也开始涨潮了 我是阿强 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